27号的晚间吉安乡一间KTV爆发了酒后冲突 由于一边人马是认为临桌太吵过去要求安静一些 结果双方就爆发口角 最后就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而其中一名诚信男子被推挤摔出了门外头部受伤 而警方也大阵仗前往控制场面 最后带回了三名涉案人以及一名证人 到案说明并且管束一人 以刑法妨害秩序伤害条罪嫌来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酒店内一群人推挤成一团 突然蓝衣男子疑似被推到 整个人向后摔出门外头部受伤 冲突是在里面吗还是在外面 在里面 里面有 眼看有人受伤店家赶忙报警 但警方才到场两边却越说越激动 我的人受伤哦 先生受伤吗 几位几位受伤 眼看气氛越发火爆 原警赶忙大声叫帅哥 但依然难以平息男子怒火 27号晚上正姓男子一家到卡拉OK唱歌玩具 谁知道之后成姓男子与友人前来喝酒 正姓一家觉得他们太吵 过去说帅哥你安静一点 虽然被叫帅哥但对方还是不太开心 两方不发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 冲突越演越烈就怕发生进一步危险 原警马上大阵仗出动 大声喝止要求大家冷静 受伤诚信男子也紧急送医 现场警方带回三名涉案人跟证人一名 道案说明并管束一人 并依刑法的妨害秩序跟伤害罪嫌 移送花莲地协组侦办 原本好好一场聚会 却因一时冲突全都毁了 如今更恐怕会受到法律制裁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